如果剛剛蝴蝶要去背的話 其實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Final Flies去背看看 看看能不能完成 所以你可以點選 比如說其中一個效果 這個好了,深層填充 然後把剛剛那張圖 這個蝴蝶把它選上傳 然後很簡單 我們之前講過,它其實功能就是 可以選取背景 也可以增加或減少之類的 所以按一下選取背景 它會自己找出背景 有沒有 它馬上去 而且去的效果 其實應該算是 可以 只是有個問題 就是 鬚鬚少一邊 那怎麼辦 要不然就把它放過去之後 再拿這邊的鬚鬚 把它複製旋轉 水平翻轉一下 然後再旋轉 讓它移過來 補一個嗎 也是可以的 不過好像 至少它是可以做到的 我是覺得已經算是 比剛剛慢慢在修 好像來得快很多 這個也是一個選項 OK,你們不妨可以 自己試試看 利用AI去背 OK 然後接下來 我們把剛剛的那一題完成 所以剛剛的這一題 就是說 它要能夠把它設定圖成樣 是陰影的效果 那陰影的效果 它其實沒有講 到底要怎麼去設定 設定成什麼樣子 我們頂多是能夠 從參考完成的上面去看出 一個大概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 其實這個陰影效果 主要是針對這個蝴蝶的圖層 那一樣如果你要把那個圖層樣子 叫出來的話 也是用兩個方法 快點兩下這個小圖式 這邊點兩下 跳出來 或者是說你按滑鼠右鍵 這邊有一條什麼 混合選項 OK 反正點兩下 然後比較好記 再來的話 找到那個背後的東西 其實就是所謂的陰影 OK 所以你把陰影打勾 它會有陰影出現 有沒有看到 但是你會發現陰影 跟剛剛的那個陰影的效果不太一樣 取消一下 切過來 有沒有發現它的陰影不是黑色的 一般的陰影一定是黑色 可是它的陰影呢 這個是白色的 所以 如果假設你要做成白色的陰影的話 這邊點兩下 記得喔 陰影打勾之後 請你再點一下陰影的自拍注意喔 如果你要再做進一步的陰影設定的話 請你把游標點選陰影的這個選項 然後呢 如果你要把它的陰影改成白色的話 它這邊會出現所謂的這個黑色 你把它點黑色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白色就可以 白色在這裡 所以你點一下白色 或者是直接拉到左上角 其實或者自己填一下 RGB就是通通都是最大255 那黑的話呢就是全部最小 0,0,0,0 所以你這樣拉過去也可以 255,25,255 OK 這白的按確定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的部分 一般是這樣 腳 到底要展開多少 間距多少 尺寸多少 其實說真的很難調 而且要調得剛剛好 哇 真的很花時間 所以我大概調一下 展開可能不要10 展開大概不要0 大概10左右 然後這邊的話大概尺寸15 50、15差不多 然後呢 混合模式改成正常 不要是色彩真實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看起來好像就蠻接近的 有沒有看到 所以喔 要改哪些地方 第一個 就是把塗層樣式叫出來之後 接下來的話呢 在陰影的地方打勾 我並且把游標直接放在陰影上面 修改第一個 白色 第二個 改成正常 另外的話 間距 跟展開尺寸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比較好記的就是 間距大概5 然後展開的話大概10 尺寸大概15、15 這樣比較好記 不過這個數字喔 還是以那個最後完成為主喔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慢慢試 所以我就是大概填個大概一個數字 另外的話 陰影喔 你會發現 它的角度喔 好像是 它不會偏一邊 那偏一邊主要原因是120度 所以我把它改成90 90左右好像就比較接近完成的 至於這個角度 是不是90度剛好 這個我想你們也可以再試試看 所以完成按確定我看一下 其實理論上 好像還是 還是可以再改一下 這個細節我想你們其他部分自己改 因為我可能沒那麼多時間 去做這個相關設定 所以喔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改成白的 這個改成正常 還有不透明度可能要可以改成100 我覺得不要 因為它好像也 它那個沒有 好像沒有那個不透明的感覺 所謂的不透明就是說那個白喔 它沒有像剛剛 如果你不透明的話 會變成有點像 這個嗎 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不透明有點像是 好像沒有那麼白啦 OK 所以如果你要很白的話 那你就要把不透明改成100 所以1 2 3 那角度的話呢 可能再調一下 我是調90啦 你們可以再調 其他就是尖距 尖距的話呢 其實就是這個 尖距就是 它的 也就是說陰影跟那個主體之間的距離 那我大概設為5吧 不過這個也可以再調 那展開的話呢 展開就是這個啦 有沒有這個大小 這個效果 這個也蠻好玩的 有沒有 將來如果你要有那個 背後的這個效果 就可以展開 我這邊是給它設定為10 尺寸的話呢 那顧名實際上 就是這個多大 有沒有 所以這個 這個我大概設定為15 至於細節 我想你們自己再去試試看 陰影的部分按確定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就是第四 所以畫面再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陰影的部分 那這個陰影還蠻有用 將來如果你要做出一個東西 有這個陰影的效果的話 那就可以用這個陰影的特效 陰影的樣式 是真的 好